在看到小犬台风前夕光复乡许姓民众惊慌的来向派出所报案 他说了患有阿兹海默镇的老婆一早出门散步后就失踪未归 而远警立刻调阅监视器 所长吴明远骑着单车沿路搜寻 最后在大花坪交道旁找到蹲坐在地上的妇人 平安将她送回家 结果患有阿兹海默镇的妇人走失了警方立即调阅监视器的同时 所长吴明远也不顾小犬台风的威胁 骑着铁马沿着大街小巷搜寻 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 终于黄天不负苦心人就在大花坪交道旁找到了失踪的妇人 阿姨怎么自己走过来 这样子走那么远 阿姨到了 我们先进去派出所里面 所长率队在妇人最后触摸地找到了射缩在路旁休息的妇人 所长吴明远表示妇人除了有些疲倦之外 毫发无伤 赶紧带回派出所与家人平安团聚 我先进那边走一走 凤林分局表示 家里如有失智长者应尽量避免她独自外出 或者可以为她佩戴预防走失智爱心熟练 或者在她身上佩戴留有联络方式的视频、证件或手机 一例警方在第一时间联络家属协助她返家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